上到房间跟沟里 完全没有WiFi 哈喽我是Kalala 今天呢就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被我的妈咪尾派来安装 路由器 就是新买的这个 Huawei WS5200四核版路由器 因为我家其实是有两层的 当我开始上楼的时候 就已经不怎么connect到WiFi 然后呢今天拍这个影片的目的呢 就是要教大家怎么亲手安装路由器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箱 ok 其实里面很少东西一下 就是路由器的主题 然后一个说明书 还有一个电源线 三个东西而已 叮爆屁爆屁 那个数码暴龙的音乐上去 叮上 那我选择这款的原因呢就是为了它的双平合一功能 双平合一意思就是两个频道合而为一 它会自己自动选择 比如说呢普通路由器双平的时候 它会有两个WiFi名字 一个是2.4G 一个是5G 但是这个双平合一之后呢 它就只有一个WiFi名字 所以说当你靠近的时候呢 它就连5G 当你远的时候它就连2.4G 是不是很方便呢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 这四条加宽天线 配备好四颗独立信号放大器 覆盖范围更加扩大 楼上也可以connect的到 ok 现在我们要开始安装了 go 好啦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安装了 其实连接的话不需要很多条线 只要把网线入户就可以咯 就像这样 那连好电源之后 你就会看到红色灯一直亮着的 这边有一个东西要小小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哦 普通我们用TP-Link路由器的时候安装 其实是很麻烦的 就是你要用电脑去连接 然后你要上192.168.1.1 去上面setup 但是这个华为路由器它就比较简单 只要用手机就可以连接了 然后只要进到去里面 就有一个很简单的界面跟着做就可以了 第二步就是setup无线设定 第一步呢就是打开手机VideLine 第二步找到路由器底部默认的Wi-Fi名字 按了之后呢它就会自动跳转到setup教程 你输入你本身宽带账号和密码 然后开启5G优选 最后再输入新的Wi-Fi名字和密码就可以咯 这时候你就会看到指示灯从红色转去青色 代表联网成功 好了接下来就是讲一下感想的时候到了 其实一开始我妈咪叫我安装的时候 我是有点不甘愿你看 但是在我安装完之后我发现 其实安装过程也没有那么难 蛮简单 只要花个15到30分钟就可以安装完成 总之来讲呢 我觉得华为WX5204盒版路由器 它的覆盖范围又大辣然后速度快 然后又稳定 最重要的就是哦 它的那个安装过程其实蛮简单 就连女生都可以安装 所以我觉得如果女生想要try-see 可以轻松安装路由器的话可以试一试 这一台 我是甘愿菜再见 拜拜 好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关注我哦 拜拜